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的第四册 第四十三课 这就Lesson 43 Are there strangers in space? 就是描述这个外星人 宇宙中有外星人吗? 这个同学们对这课书可能比较感兴趣 先打开教材 252页 咱们来读一下生词后导语 252页 Now read after me 动作快些 Mercury Hydrogen Hydrogen Prevailing Prevailing Radioastronomer Radioastronomer Uniquely Uniquely Rational Rational Radiofrequency Radiofrequency CM CM 这是个缩写 就相当括号里的 再读一遍 Centimeter Centimeter Megacycle Megacycle Emission Emission Interste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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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ezvous Rendezvous Encounter Encounter 好 这是这个书的圣词 里面一些重点词汇 咱们先看一看 先看一看这个 水星 当然也可以指水银了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Mercury Mercury 水星 我们说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除了地球之外 它本身都是一个神的名字 这是在古代这个神话中的名字 神的名字 我们再看一看就是哪些神 离太阳最近的就是水星 叫商贸之神 墨丘利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Mercury Mercury 答案也能指水银 这种东西 也太清楚 那第二颗离太阳 更 这个稍微远一点的 就是金星 水晶地火 木土天海明 金星 就是美神 维纳斯 我们再读一下 Venus Venus 这是金星 地球就不说了 地球并不是神的名字 然后是火星 水晶地火 火星是战神 马尔斯 我们再读一下 Mercury Mercury 这是战神 还有呢 下面是木星 这是最大的一颗行星 所以用了众神之王 朱比特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Jupiter Jupiter 木星 也是行星中最大的一颗 就太阳系里行星最大的 然后土星 叫农神萨图恩 我们再读一下 Saturn Saturn 这是土星 还有呢 天王星 就是天空之神 乌拉诺斯 我们再读一下 Uranus Uranus 这是天王星 然后海王星 就是海神尼普顿 我们大声读一下 Neptune Neptune 海王星 最远的一颗 叫冥王星 但很多人认为 这个都不算行星 在当代的天文系统有变化 但我们小的时候 那时候讲九大星最远一颗 叫做冥王星 大声再读一下 Pluto Pluto 这是冥王 普路兔 这么一个人 这是作为常识 这八颗行星 分别是什么神 作为常识 咱们顺便记住 就好了 这个词 看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一看 这个氢 就水分解之后 能出现的这么一个元素 大声来读一下 Hydrogen Hydrogen 这个词为什么 一个元素还要讲一下呢 这里面有字根 这个里面重点看一看 这GEN 这个字根 它本身就表示创造 或者生育 这个意思 表示创造 或者生育 大家都知道 Generate 本来就是创造的意思吗 这个Hydrogen 为什么表示氢呢 你Hydrogen 前面的Hydro Hydro 有的时候用Hydro也行 咱们在18课中就讲过 本身这个做字根 就是水的意思 那水能够产生的 这种物质不是氢吗 电解水 氢和氧都出来了 所以由水产生的东西叫氢 咱们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叫氮 叫Nitrogen 这个也是从这个来的 GEN 就是产生 这我们知道这个 NIPRO 相当于NIPRE 这个相当于这个单词 是消失的意思 消失能够产生氮 氮元素 它可以做什么 什么什么炸药啊 做什么什么炮障啊 所以说消失能产生的东西 叫做氮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Nitrogen 都是产生导致 多看几个 你像这个基因这个词 Gene 叫它基因 当然基因能够创造生命吗 叫基因 还有叫Gender 性别的意思 Gene 男性女性到一块能生孩子 产生出现有关系 还有我们说这个General 普遍的 一般的 或者名词叫将军 为什么 大家生起来都一样 我们都说出生吗 创造出了我们一代人吗 普遍的创造出来的都一样 叫普遍的 一般的General 也是跟生 创造生育相关 还有像动词 Generate 产生 这个不说了 名词就generation 产生 或者本来一代 我们的一代人 生起来的吗 跟生当然相关 还有我们看更复杂一点的 像遗传学 前面Gene是基因 后面那个CSE 一般表示某个学科 像Physics是物理学 这遗传学 大声来读一下 Genetics Genetics 咱读慢了就Genetics 读快之后会着话 就Genetics 对吧 就遗传学 还有 像Genesis 咱们也讲过 本来表示 旧约第一章 叫创世纪 圣经里的一章 派生意 叫重大事件的起源 或者是开端 也跟创生相关吗 大事 上帝 用七天创造天地万物 再读一下 Genesis Genesis 旧约的第一章 所谓的Old Testament 第一章 叫创世纪 派生意 就是创世或起源 还有天才 我们大声读一下 Genius Genius 天才 天生就有这个能力 天生就具备这个才华 天才 一生下来就有 还有跟他类似的叫 Genuine 叫真正的 就天生是这样 不是后天 假装出来的 就真正的 或者这个词 还可以表示真诚的 天生就这样的吗 没有伪装 和搅如造作 再读一下 Genuine Genuine 既可以表示是真的 东西是真的 不是假的 也可以表示 真诚的 也用它 生下来就这样 还有像Pregnant 都认识 叫怀孕的 PRE可以表示 在什么什么之前 Gen就是GEN的变形 在生之前的 不是怀孕的吗 肚子怀孕才能生下来 也是跟生相关 还有像这个 ingenious 这个IN 表示into 进去的意思 对吧 那么一出生 在里边就有 叫机灵的 心灵手小的 一出生 在体内就具备这个东西 叫机灵 心灵手小 就是天生就聪明 注意这个 这个辩析 一会儿有另外一个行进词 先大声读一下 ingenious ingenious 一出生 这个里边就具备这个能力 但还有一个叫 ingenuous 叫坦率的 或天真无邪的 也是表示 一出生 在里边就有 而不是后天 这个慢慢 学的人情世故 所以坦率 天真无邪的 叫 再读一下 ingenuous 这两个容易搞混 ingenuous 就机灵的 心灵手小的 善于发明创造的 那么ingenuous 坦率的 天真无邪的 这个别把他弄火了 还有一个叫 congenual 叫做情投意合的 为什么呢 因为 seen when come cable together 在一起的意思 我们天生的情况 就一样 天生的性情 就一样 所以呢 我们到一块的 性情相同 就情投意合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congenual congenual 这是情投意合的 天生脾气在一块 我们都到了一起了 还有一个词叫 congenital 这个genin 它本身可以表示生 那么一生 同时就具备的 就疾病 天生的 或者先天的 congenital 就是一出生 同时就一块 伴随来的这个东西 叫疾病 这个天生的 或先天性的 大声读一下 congenital congenital 咱们18课讲 congenital malformation 就先天性畸形 malformation 就形状不好 咱们说过来 这个跟生相关 这几个词 可以放在一块 把他记住 好 这个词 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 咱们看一看 这个赵州 并不是那个和尚赵州 还是这个 这个物理学 一个术语 这里面也是有字根 咱们看一看 大声来读一下 Megacycle Megacycle 咱们先看什么叫赵州 这个名字比较怪 这个Megacycle 表示one million cycles 就是一百万州 一百万圈 这赵表示百万的意思 转上一百万圈 这么一个意思 跟它类似的 有一个词叫赵鹤 我们大声的叫 Megahertz Megahertz 这HC发 这个声音 叫赵鹤 什么意思呢 one million cycles per second use especially as a radio frequency unit 就是每秒钟 转一百万圈 这被用来呢 尤其用来 这个广播电波 频率的这么一个单位 叫赵鹤 多少多少赵鹤 一秒钟 转一百万圈 这叫赵鹤 是一个单位 好 大家发现里边 都有一个 Mega这个拼写 这个拼写呢 在这儿就是 表示一百万 表示million百万 但是Mega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可以表示大个的 叫mega 当然表示大个的 也可以用Mega 有没有LO都行 Megalo也是表示大 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些例子 刚才讲的 Mega cycle 这个Mega表示百万 CYC 这字根表示圈的意思 刚好一百万圈 叫赵州 这个Megahertz Mega表示百万hertz 就是赫字 每秒转一圈 这个单位 所以放在一块 叫赵赫 一百万 每秒钟转一百万圈 这个频率单位 还有像 Mega Byte 这是咱们计算机 离不开的 叫赵字节 就是内存空间 有多少赵 这个Mega表示一百万 这个Byte 本身就表示 电脑里的字节 叫百万字节 就多少多少赵 缩写呢 叫MB就行了 有的时候缩写用M也行 表示内存数多少赵 还有像MegaVolt Mega是一百万 Volt就是福特 这个电压单位 叫百万福特 百万福特 还有呢 这个Wat 叫这个MegaVolt 这个Wat 本来就表示 瓦特这个单位 所以赵瓦 或百万瓦特 叫MegaVolt 这也是作为单位 这么来说的 还有像 MegaTin 就不说了 这个Tin 可以表示 敦的意思 MegaTin 就百万敦 或叫百万敦级 这个也行 这是值 百万 那么还有呢 表示巨大的 也用Mega 你像 MegaStone 就是表示 No I'm sorry MegaStore 大型商店 Mega 表示Large Sore是商店吗 大型的 这个商店 叫MegaStore 还有像 MegaStar Mega表示大的 HomeStar 是明星 是巨星 大明星 不是天上的星星 就是这个 影视明星啊 体育明星 巨星 MegaStar 像Michael Jackson was a Megastar Michael Jackson 当年是个巨星 还有像 Megaless 这个Less 它是做字根 表示石头的意思 就是stone 所以放在一块 是巨石 这个 我们以前讲的 Neolithic 叫做那个 新石器的 那个 在以前说过嘛 所以巨石 叫MegaLess 还有 MegaPhone Mega是大的 Phone表示声音 把声音放大 叫扩音器 我们再读一下 这次 MegaPhone MegaPhone 叫扩音器 还有呢 我们说的 MegaLomania Megalo也是大的 Mania是狂热 叫自大狂 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 自大狂 叫妄自尊大 我们再读一下 MegaLomania MegaLomania 还有叫 Megalopolitan Megalo也是大的 这个P-O-M-I-T 表示City 城市 放在一块的大都市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Megalopolitan Megalopolitan 总之 这个Mega和Megalo 可以表示大 它跟Mega 表示百万 可以同时记住 好 我们看最后一个词 有复习 这是在那么28课 曾经说过的 Interstellar 就星际的 跟老师大声 再读两遍 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这就星际的 咱们先看解释 Interstellar 表示 Only before now 这个词只能用在名词之前 Happening or existing between the stars 在星星之间发生的 或者存在于星星之间的 就是咱们叫星际的 看几个例子 Interstellar space 星际空间 Interstellar travel 星际旅行 Interstellar communications 星际通讯 复习 这里面还是有字根 哪个字根呢 就是stell S-T-E-L-L 这个字根 表示star 咱们的28个讲过 做复习 Stellar 后面加A2 就是表示星星的 跟明星相关的 Interstellar 就是星际的 因为inter的字头 多次讲过 是between 什么什么之间的 还有stelliform 叫星星的 我们form不是形状的意思吗 像星星的形状的 我们再读一下 stelliform stelliform 就星星的 还有叫constellate 叫做聚集 或者始聚集的意思 为什么呢 C-Win 多次讲过 是together 星星到了一块了 是不是聚集的意思 星星群聚到一块 聚集或者始聚集 这是生词 咱们读一下 Constellate 名词就是星座 还记得吗 我们大声读一遍 Constellation 星星到了一块去了 星座 也可以拍声音 表示一群了不起的人 Constellation of scientists 一群伟大的科学家 用它 这是跟星星相关 大家别忘记 28个讲过 另外一个重要字根 就是我们这个astr 或者aster 这个字根 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 star 表示星星 咱们复习呗 astronomy 都知道 叫天文学 前面astr是星星 onom 这个字根 可以表示名字 我们能叫出 天上星星的名字 研究天上星星 这是哪个星 这是哪个星 天文学 我们再读一遍 astronomy 那天文学的 或天文数字的 28个讲过 在大声那边 astronomical astronomical 天文学的 或者天文数字的 还有 占星术 astra 是这个星星 我们logicalology 研究 研究星星 就是占星术 古代的天文学 大声那边 astrology astrology 这是占星术 还有呢 灾星 大灾难 我们再读一下 disaster disaster 当然英国人都说disaster 这个 aster 是星星 ds表示 离开分离 分离开 离开自己原来的位置 星位不正 就是在用占星术 星位偏离了 这是大灾难表示 所以大灾难 叫disaster 就灾星 还有呢 astronaut 这是28个讲过的 astr 表示星星 nau 表示船 在星星中 开船的这个人 宇航员 再读一遍 astronaut 好 跟他类似的 那个航天学 我们大声读一下 astronautics astronautics CS表示学科 航天学 就好了 还有我们说这个 叫做这个星号 再读一下 asterisk asterisk 星号 就我们说上 做注释的星号 最后我们看这个 小行星 就是火星和木星 轨道之间运行的 小行星 像星星一样的 OID 可不是像什么什么 这样的 这专门指小行星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steroid asteroid 好 这是43个 生词和短语 芬老师看到这儿 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仔细把他掌握 生词看到这儿